大家好,这里是老饭讲故事 今天我们来讲讲我的香港回忆 跟什么呢,这个相关的香港回忆呢 这个珍宝坊沉了 当然我其实没在上面吃过饭 我应该在附近晃过 但是我并没有到珍宝坊上真的去吃过 因为我能够去香港的时候呢 我自己还比较穷 当然现在更穷,现在失业了更穷 先跟大家回顾一下啊 珍宝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6月20号,上海,香港珍宝坊 这个混沌南海的消息传出 很多香港人就说 哎呀,这个一个回忆啊 香港辉煌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没了 待会给大家,在封面上 我会放一张这个珍宝坊当年的照片了 确确实实是金碧辉煌啊 香港当年,因为我大概也有 我多少年没去过香港啊 我最后一次去香港应该是 18年 还是18,应该是18年 还是17年,我忘了,可能是18年 18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香港 就是在,应该可能还要再早些 可能16年17年往后我就没再去过 因为后面就像什么这个蒙面 然后反蒙面,然后又戴口罩 什么这些事情我都没经历过啊 所以大家看看我应该是最后一次是哪年去的 这个珍宝坊绝对是香港的一个 呃,辉煌的回忆啊 咱们先回顾一下 啊,珍宝坊的事情吧 啊,珍宝坊沉了以后呢 就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沉了 是不是骗宝啊 这个船为什么在香港开的好好的呢 开走了呢 这种船它到底能不能到远洋去呢 对吧,是不是它就没有这个远洋航行能力呢 因为这种船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个饭馆嘛 它并没有一个真正坐船的一个很多的能力 其实是不够的嘛 上面很高很这个什么很重 重心也不是特别稳的 对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可以去坐船呢 啊,或者可以拉到这个外海去呢 这么奇怪的事情啊 香港人为什么会去做 啊,那么首先啊 这个叫香港的 这个公司呢 是叫做 呃,香港仔饮食集团啊 香港仔饮食集团啊 这是珍宝坊的这个母公司 它到底有没有骗宝呢 这个香港仔已经说了啊 说是,啊 根据海事规则 啊,这个海鲜坊啊 持有叫迷偿及赔偿第三方的保险 就是它是有保险的 但这个保险呢 只赔偿第三方 这个,就是不 并不包括这个赔偿公司任何财产损失 就是你把这个船成了啊 他是得不到一分钱的 但是你说,哎 我在船上吃饭 我摔伤了 我这个或者是啊 船上有些什么其他的这种第三方财产 丢失了以后呢 他是会赔偿的啊 所以这里头跟骗宝没有任何关系啊 没有任何任何关系 那你说这么好好的一条船 为什么就开走就就没了呢 这个船啊 其实是在2022年的6月份 这个,它是有一个海事牌照 就是你可以在海上飘着 你这要有牌照的 但是这个牌照呢 每年要续费 到6月份呢 这个就到期了 哎,这个公司呢 也赔了很多的钱 说我实在不想再赔下去了 然后我也不想再花钱办这牌照了 甚至呢 他在前面还这个尝试说 哎,说我愿意无偿转让 这船有没有人要 我送给你们行不行 没人要啊 没人要 所以最后没办法 他呢是雇了一个公司 把这个船要拉到柬埔寨去 哎,上西哈努克港去挣钱去啊 干这个事儿 所以呢 他就啊 垫垫把这个船弄走啊 垫垫把这个船弄走 这个珍宝坊呢 说离港前啊 遵照国际海事规定及惯例啊 聘请了海事工程专家 检测船身结构及安装围板啊 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 咱们看着那个照片就知道 他不像是一个能够在远洋的那么一个东西 对吧 但是呢 他说我们在走之前啊 我们已经专门请这个国际的这个海事工程专家啊 来给我们处理过这事儿 并且呢 得到了当局的批准行情啊 就是说我不是说自己就开出去了 我申请了 这个当局香港当局是同意的 然后期间呢 委托了持牌第三方及海事中介代理 聘请了专业的拖程公司处理 航程采用的是拖行方式 也符合国际海事规定和惯例 就这句话里头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香港人一直在向我们强调的一件事叫专业 对吧 我就符合规矩 你规矩是这么定的 我就这么来的 然后一点都没毛病 对吧 我这个 不像国内的事出点什么事啊 这个事跟车辆无关 完了 对吧 人家告诉你说 我这个啊 船是沉了 但是呢 我该干的活我都干了啊 我按照这个 这个 就是按照国际海事惯例啊 规定和惯例 聘请了海事工程专家 然后检查了船身结构和安装了围板 然后呢 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啊 然后呢 还这个啊 委托了第三方的海事中介代理 聘请了专业的拖判公司处理 然后航程采用的是拖刑方式 也符合国际海事惯例和惯例啊 人家说我该做都做了 那么沉了 也就沉了呗 珍宝坊呢 到现在其实并没有彻底沉掉啊 他呢 是在6月14号启航啊 离港 往这个坚布寨走啊 往坚布寨走 然后呢 行驶到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 发生事故 然后也是个很偶然的事故 这个我觉得还是信的啊 于6月19日 全面入水翻转 然后呢 根据香港仔饮食集团6月20日的声明 浴室位置水深超过1000米 你进行打捞工程 意义非常困难 这个 就是他实际上不是说 真正叫打捞困难 他的问题在哪啊 就是他的问题是 你花谁的钱去打捞 本来就是个赔钱货 对吧 在香港已经停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挣钱 一直赔 号称是这个 已经给香港仔集团赔了一亿港币 进去了 对吧 那么他的保险公司 也不负责这个后边的这个船的费用 所以大家得没钱干这个事 然后6月24日啊 就是比较新的事情 是负责运转这个珍宝港往柬埔寨的这个国际脱城公司 也透露了说这个啊 珍宝坊上那个八个福利舱中仍然有六个在运作啊 就是他实际上这个船虽然翻了 但实际上还是飘在海上了 这个中间有部分船身露出了水面 但是呢 这个人也是说了 说因为保险的问题 打捞珍宝坊已经是这个完全不可能的了 而船主和保险公司正在计划安排潜水员破坏其他福利舱 就直接把它沉掉就算了 啊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珍宝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他呢 是跟这个叫太白坊和这个叫做啊 叫海角皇宫啊 一共三条船 一个是珍宝 一个是这个啊 太白 一个是海角皇宫 三条船合在一起 叫珍宝王国啊 就是在外边飘着 七十年代造的吧 可能或是更早一点 因为七二年呢 他们还专门做了一次这个大的翻修啊 是当时的这个杜王和这个啊 叫做谁呢 就是周大福的老板 然后两个人花了三千万港币 把这个东西整个翻修了一遍 后面呢 其实还一直也有在翻修啊 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船 而且呢 是在这个什么呢 就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香港大量的这个企业制造业啊 外移到这个大陆去 外移到这个珠三角去 对吧 这个确确实实是这个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然后珍宝坊啊 也是这个啊 在当时呢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啊 这个就是享受到了这些福利吧 享受到这些福利 然后啊 确实是辉煌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呢 后面的打击就一个接一个了啊 第一个打击呢 是1998年的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啊 他受到了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 也很沉重的打击 到2003年的SARS 然后又一次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 而且到2003年以后啊 还发生了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 以前为什么要在这个船上吃东西 大家想过没有 啊 这个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啊 海鲜 海鲜嘛 他就一定要鲜 对吧 而且要从海里捞出来 然后要新鲜 所以呢 他就在船上吃 就是大家啊 开着小船 你去捞捞完了以后呢 直接上船 直接吃啊 这个是最新鲜的吃法 哎 这个以前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后来呢 这个2003年以后啊 冷链就起来了啊 大家就已经完完全全可以靠这个冷链运输啊 可以靠这个东西 就是你不需要在海鲜里啊 到那个船上去吃去 对吧 你到任何一个楼里边去吃 到任何家里头去吃 大家都可以吃了新鲜的 哎 所以你到船上去吃这个 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大吧 所以呢 到2003年SARS以后啊 虽然他又恢复了 但是呢 啊 就是 还是还是没太缓过来啊 还是没太缓过来 在2003年以后呢 啊 这个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香港自由行啊 就是大家可以到香港去了啊 这个有很多大陆游客过去 然后呢 这个珍宝呢 就是就包括这三条船吧 就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又重新装修一次啊 以前有很多香港人去吃 哎 说现在咱也别费劲了 咱就大陆人去吃吧 这个我们就专门给这个大陆的人去吃啊 这个又装修了一次 哎 但是呢 再后来到20 呃 我印象了 应该是2017年 还是2011几年 哎 就开始这个蒙面了啊 大家就开始蒙着脸 然后开始这个反送中 开始搞这些事了 然后呢 这个从那以后 我就再没去过香港 哎 这个前面虽然我去 但是呢 也并不怎么去这种特别高档的饭店 因为香港吃东西其实挺贵的 就是你到路边摊吃排档 吃这个什么一些饭馆 其实都挺贵的 哎 这个 就没没再去过了 然后香港的经济 香港整个这个环境也基本上废掉了 啊 也基本上完蛋了啊 这个反送中完了以后呢 就是香港就出来叫反蒙面法啊 大家谁都不许蒙面 结果反蒙面法这个还没五热乎啊 就就新冠就来了 然后所有人必须戴口罩啊 这个事也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然后一直到现在呢 特别是今年2022年啊 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疫情啊 香港也做了过封城 所以他这个事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因为这么大条船 对吧 你这个就算他比如说官业 这个裁员 你维持他这个船在海上飘着 你还是要有很多的这个成本要付的 对吧 刚才我们也讲了到2022年的6月份 也就是到这个这个月 他的这个珍宝坊的这个珍宝船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他的海市牌照到期了啊 就是你要再续这张牌照 你还要再花一笔钱 就这边说我们实在是不想续了 而且你这个再续下去 这个未来完全没有任何预期 对吧 这个这个到底是五年还是还是几年 还是什么样的 这个已经完全不知道了 所以就说咱们把它拖走吧 这个送到这个珍宝寨啊 或者送到这个境外 人家这个愿意躺平的地方 咱们上去好好接着吃啊 继续奏乐 继续舞啊 继续搞这些事情 那么香港这件事呢 就就是完事了啊 就就完事了 这个他们也曾经尝试 就是无偿捐赠啊 转让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 你甭管谁想要这个东西 就是你只要愿意养着这条船 我就给你 对吧 这是没有没有办法 谁都不敢要 你要他干嘛 就是你等于除了赔钱以外 你任何办法都没有 你没法营业这个事 对吧 这就是这就是这条船的这个故事啊 这是那条船的故事 跟大家讲讲我在香港的一些经历吧 我其实去香港的次数不是很多 大概可能应该没有我去旧金山的次数多 香港啊 我第一次去香港 我已经想不太起来是哪年了啊 这个应该是在03年之后吧 应该是在呃呃不呃 我想想啊 我想想 应该是在哪一年 嗯 不对 我我第一次去香港 大概应该是在05年往后啊 05年06年的时候 我去过啊 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在Bullerman公司 然后跑去干嘛呢 去这个呃 做这个演讲啊 去做一些香港本 给香港本地的工程师做一些培训 啊 做这个新产品培训 那个是我第一次去香港 然后呢 这个当时呢 这个去香港的时候 就还是要先去深圳啊 先走这个深圳的罗湖口岸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还有边方证啊 或者再早些有边方证啊 这个事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就是去香港 因为我以前去过深圳啊 就比较早的时候去深圳有边方证 就是你好像已经出国了 是那种感觉 对吧 然后呢 再去香港 去香港你肯定过罗湖口岸是一个 这个就感觉像出国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对吧 他有海关 这边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海关 那边有香港的海关 然后两头过去以后 你才可以到香港去 然后呢 要拿那个港澳通行证啊 这个中国反正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 比如港澳通行证 比如台湾通行证 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港澳通行证以前啊 也是一个本啊 护照呢 是那种叫 我们管它叫红本啊 或者叫酱红色的本 港澳通行证呢 我印象里是蓝本啊 深蓝色的 长得跟护照一模一样 就是颜色不一样 然后那个谁呢 那个叫做 呃 我喜欢它叫什么东西 台湾通行证呢 是一个 粉了吧唧的一个颜色的 就是反正它这个颜色很怪 就是呃 有一些藕合色吧 就是那样有有 发本的那种紫色 就是台湾通行证 大概长那个颜色 而且呢 这个呃 就为什么它要叫港澳通行证啊 就是它不能叫这个 护照 因为呢 这是一国两制 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 对吧 你要拿着护照出去 这个事就丢人了 这个人咱丢不起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港澳通行证 以前呢 也像签证一样 就是它有一个 就是签注会贴在那港澳通行证上 对吧 现在呢 就比较简单了 现在港澳通行证是一个 像宣布证是一个卡片 对吧 然后呢 你去需要去说 办一个签注 当然我现在我不知道了 就是疫情以后 就是疫情以后我没再去过 就是以前是很方便的 就是你只要到那个 呃 签注大厅去 然后呢 往一个机器里头 然后这个 把那个 好像20块钱一次 然后他就给你 那个吐出来一个 呃 给你写好的这个港澳通行证 然后你就可以决这个 就可以去了 呃 当时呢 我们还是拿着这个 紫本 蓝本 蓝本的港澳通行证去的 去了以后呢 这个 到香港 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第一个印象叫感冒 对吧 我是以前是每次去香港就感冒 为什么呢 就是我想来 这个地方好热对吧 香港嘛 很热很热的 这个 因为我我原来经常 就很少飞香港 我一般都是什么呢 就是飞到深圳 然后从深圳呢 这个 举着港澳通行证 顺着这个罗河口岸去香港 到了香港以后呢 甭管是打车也好 还是这个坐地铁也好 啊 到我要去的地方 然后从香港飞回北京 或者是有时候再回到深圳 再回北京 为什么呢 就不太爱在香港住 因为贵 真的是很贵 又贵又小 这个 我对香港的第一印象 叫感冒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就是我们经常 甭管是一年四季吧 就是你只要到深圳去呢 我都是穿过短袖 就像我现在这个 这个打扮差不多的啊 我就去了 然后到香港以后呢 你经常是发现 哎 说他们的人怎么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有的还穿着毛卫星 什么 什么意思啊 这是 然后一看这个啊 这个开着空调 然后那个什么就就来了 对吧 这个然后我我经常是到了香港就感冒 然后我这个穿着穿着这个这个T恤啊 什么穿着这些东西 然后看着下边一帮穿着这个毛衣的人 然后呢盯着我 然后在这个开满了空调的这个房间里头听我讲课 然后就很痛苦这个事情 就是他们哪怕冬天了 对吧 他那个屋子里头也是开的冷风空调 就是他们都是穿着这个啊 叫什么呢 穿着这个啊 马甲呀 穿着这个三件套西装啊 或者穿着这个毛衣啊 什么坐在那个屋子里头 就是大冬天的 我说你们大冬天的 你不开暖气就算了 对吧 咱们节约用电 然后大家都穿着短袖 然后一块的没什么问题 就是你那个时候你出门是可以穿短袖了 对吧 他还是挺挺挺暖和的 但是他们在屋里通通都是开着空调 然后一帮人那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穿着毛衣 然后坐在里头啊 跟我开会 那么这个是我的香港第一印象啊 就是感冒 然后呢 到香港以后呢 另外一个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呢 就是叫沙沙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已经结婚了 所以每次到香港呢 要去给我太太去上沙沙里面去买那个化妆品 这个 还是说哎 我太太会先查好了 说你要买什么什么型号 哎什么什么名字 当然我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痛苦的 这个惨痛的经历啊 什么呢 就是先要这个第一次 一开始呢 就是他先查好这个东西叫什么时候名字 然后呢 我就跟人说你有这东西吗 他说有 我就买了 买完了以后呢 这个我太太说你买的不对 他说为什么呢 就是他可能同样叫这一个名字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细节 对吧 我作为一个程序员来说 啊 你问我哪写少写个分号 或者哪个地方少少打个回车 我能认出来 哎 但你说化妆品上这个里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差异 那我那少 对吧 这个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 哎 所以后来呢 就发现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化妆品上是有编号 哎 就是以后我们就不看这个化妆品叫什么 哎 我们只看型号 所以后来我们就 当时我觉得莎莎有一点特别专业啊 就是我一直特别喜欢香港一点 就是非常非常专业 刚才我们讲那个船的时候也是这样 非常专业 处理的非常专业 不是说 啊 与传播无关 或者以车辆无关 然后偶然事件 对吧 他这时候我是个偶然事件 我就信 这个未来说我是个偶然事件 我就不信 啊 为什么 人家说我该干的活我就干了 对吧 该请的这个专家 我请了 该走的流程审批 我做了 对吧 该该那个什么的 我都做了 然后都符合这个国际惯例和这个什么这些法规 我都我都干了 对吧 那么那么成了 也就成了呗 对吧 又没有保险 我现在让我去捞 我又没有这个钱 那就算了 对吧 沙沙也是这样啊 我到那去买错了东西了 怎么办 然后呢 拿着小票 拿着这个东西 换了一件沙沙 不是说在同一件沙沙 换了一件沙沙 然后说我要退 然后要换 行不行 没问题 快快快 该退 该换 就给你都处理完了 这个事情 要在国内的话 其实挺麻烦的 对吧 他是他是不会愿意说 哎 我你在别家买的 然后上我这来退了 啊 他们不乐意啊 到那儿就一点问题没有 你甭管在哪家买的沙沙 沙沙 哪家沙沙买的这个东西 你都可以去退换 但现在沙沙应该也不行了啊 啊 虽然国内好像有一些大的商场里 是有这种沙沙的店 哎 但是呢 呃 反正我觉得里头人也不多 也这个 因为我自己不太懂这个东西啊 这个这个事我们就不瞎说了 啊 这是沙沙啊 给我的印象 然后另外也要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坑人啊 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是喜欢坑人的啊 但是现在我呃 我不太确定了 因为我后来再去香港的时候都是坐地铁啊 就我不再坐出租车了 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坐出租车 然后呢 这个出租车上呢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 他是这个叫 呃 一个老头啊 这个出租车司机有时候岁数挺大的 他们呢 会这个呃 他那个出租车那个机架表上有一个按键 是这个小费 他就 他知道你这个听不懂粤语 对吧 像我是不会讲粤语的 然后呢 他就故意不跟你说普通话 然后他告诉你啊 你你不懂吧 你不懂 然后我就那个什么 然后按一下就是加多少小费 按一下加多少小费 然后给你打出票来 因为他知道大陆人来了以后 很简单 就是你报销 拿着那个票回去报销就行 对吧 然后呢 那个他就打出一堆小费来 拿让我拿回去报销 对吧 那我一开始也不懂 然后就把这个钱付掉了 哎 香港大概就是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 第一很专业 然后第二就是真的很冷 一年四季开空调啊 冬天也开空调 然后呢 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小的这个 小坑啊 也有一些小坑 然后呢 去商场买东西啊 去商场买东西呢 他是这个先讲英语啊 看你来了以后 先给你讲英语 很漂亮的那些小姑娘啊 先给你讲英语 然后呢 发现你不懂英语以后呢 给你讲粤语 这个发现你依然不懂以后呢 这个自证腔圆的跟你讲普通话 就是这些人肯定是大陆去的 绝不可能是在香港后学的 那我以前有很多这个香港同事 后学的那个普通话 那个腔调差的很远的 就是一定是从大陆去了以后 后学的粤语 后学的英语 对吧 但是他就是给你自证腔圆的 给你讲普通话 但是呢 讲普通话的时候呢 你总是觉得他脸上的那个表情啊 让你看了以后 心里不是很舒服啊 大概是这样 像我以前 新加坡 我其实怎么说呢 我应该是落过 但是没有进去过 就是我是去雅加达的时候 有时候会落在新加坡 就是像我们跟新加坡的一些公司 打交道也是这样 上来以后先给你讲英语 然后呢 发现你这个英语不带零子以后呢 他在跟你讲中文的时候 也是自证腔圆 就都是从大陆去的 但是呢 你总是能够感觉 那个腔调里面差那么一天点 对吧 或者说因为我们 就是每天讲来讲去 或者说每天说话的时候 这个里面会带着一些 什么什么样的小表情 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哪怕你只是听声音的时候 你还是能听出来的 这个你他到底是尊重你啊 还是这个鄙视你啊 或者什么的 可能是个心理作用吧 这个咱们就不管他了 在香港的这个吃东西和住店都很贵 香港的这个吃呢 确实好吃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啊 就是第二次吧 还是去香港 然后呢 先去干嘛呢 是这个找一个这个 我们当时有同事吗 就是在波兰的 然后当地有同事 然后再加上我们还有两个 另外的这个有台湾同事 可能还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同事吧 加上我一共四个人 然后我说我们去吃饭吧 然后那个香港同事就说 哎 带你们去吃海鲜吧 我说很好啊 我说到香港 我一定要吃一下海鲜 对吧 然后四个人跑去吃海鲜 这个吃了多少钱呢 我记得我想想哪年啊 一 呃 不对 应该是006年吧 还是007年那样的啊 我忘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年头 然后我们就跑去吃海鲜 香港呢 有专门这种给大陆人吃的海鲜 这个不是他们香港本地人吃的 就是这种叫游客餐 哎 这游客餐也挺划算的 啊 一个人是250港币 四个人呢 是1000港币 这个吃游客餐呢 它是几道菜 大概是九道还是几道菜 然后呢 他让你把所有东西都吃了 什么什么虾呀 海参啊 鲍鱼呀 什么鲍汁 什么什么东西 鲍汁鹅掌啊 就是他反正最有名的这些菜 都让你吃一遍 就是非常非常划算 然后四个人都吃完了以后 也一结账 1000港币 哎呀 我说完了 这个超出我的这个 负账的范围了 对吧 我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说 我也可以请人吃饭 也可以这个拿票回去报销 但是呢 我是有这个范围的 这个超出了呢 总是要跟老板打个招呼 对吧 然后给老板打电话 哎 我说老板实在对不起 这个我逛过来 然后呢 请这个同事们吃了一顿饭啊 吃了1000港币 然后呢 我们的老板呢 倒也没说什么啊 他说那个 以后还是要注意节约啊 这个吃了就吃了 反正那个 作为这个公司的一个福利 我们没关系啊 这个 而且你作为这个大陆 我们当时叫大中国区嘛 啊 大中国区的 大中华区的这个 这个 啊 应该其实也不算leader了 就是 但是 就是说我得坐了一个位置嘛 你请大家吃一顿 这事没什么毛病啊 就这么干吧 我说行啊 那这个 当然以后要注意啊 我说行 以后注意 第二天我们老板就来了啊 第一天老板没在 第二天我们老板来了 老板来了以后呢 说那咱们出去玩 吃出去吃个饭吧 我说行 出去吃个饭 然后呢 到到路边上找了一个 这个也不是很显眼的 一个饭馆啊 进去坐进去 然后点了两个菜啊 就是一荤一素 然后呢 这个就我们俩的嘛 一荤一素 然后点了瓶酒 这个啤酒啊 然后呢 吃上饭 吃完了以后一结账 也是一钱港币 我们俩 后来我就乐 我说 我说老板你就那个什么了 我说那个 你看看 他这就是贵 我说昨天我们好歹吃了四个人 还吃了海鲜 对吧 虽然是专门给大陆团餐吃的 就是那种旅行团吃的那种海鲜 但是我也好歹吃了什么 豹芝鹅掌啊 什么什么这个海参啊 什么虾呀 什么这东西 我也吃了七八道菜 对吧 这个我觉得我们昨天还是吃的挺划算的 我们的老板也在那儿乐 说这就是贵 没什么好说的 香港吃东西确实是比较贵啊 就是你在香港吃排档 像我后来几次去香港 吃排档啊 吃一些 就是不太敢到这种大的餐馆里头去吃东西 其实也后来也还好 去吃一些东西呢 就是感觉要比上海啊 比这个北京还是要稍微贵些啊 还是要稍微贵些 那地啊 什么整个这块都是要贵 像咱我到世界各地上去吃东西 然后感觉呢 就是当你在北京上海吃习惯了以后 这个价格呢 就是到啊 比如到南非啊 你会觉得真便宜啊 吃什么牛排真的便宜 然后呢 到美国呢 其实还好 就是你不要去那种很大的那种星期酒店去吃 到正常的这个餐厅去吃 或者说你开车到一些这种郊区的餐厅去吃 那个价格其实 就至少对于美餐来说吧 还是还是划算的啊 然后呢 你在那吃中餐呢 这个事主意只能是说你自己没想开啊 然后法国餐厅呢 其实不贵啊 法国餐厅其实不贵 日本餐厅呢 我没有去过特别好的 我去日本可能最多就是吃个拉面 对吧 是我也没敢跑到日本去吃寿司 吃什么这些东西 这个这个所以没有特别明显的比较 但是香港的餐厅是我吃过的这些餐厅里算贵的 台湾台外的餐厅其实也很便宜 而且吃饭最贵的 我觉得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香港是真贵 真贵 然后呢 香港住酒店也特别贵 这个我是不太爱在香港住酒店 所以我经常去香港的时候都住在深圳 然后呢 这个吐尔国去到这个 就是找一个离罗湖口岸近的酒店住一晚上 然后早上起来一早然后拎着包就就去香港 然后呢到晚上甭管是从香港飞啊 还是从这个啊 再从罗湖溜回来回深圳啊 反正我基本上不在那住 因为在那住呢 也是就是你甭管怎么去找人谈去打折 或者做所有的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 你随便住一个很小很小的很破的那种房间 然后也是这个就是上千的啊 这个这个非常非常贵 这个所以在香港我们是尽量不在香港住啊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了 因为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去了 我估计还是会比较贵啊 还是会比较贵 所以香港是这个啊 吃住都真的是很贵 然后打车也很贵啊 除了他坑你之外啊 也确实是比较贵 我我印象里打车最贵的地方是日本啊 在东京我是打车最贵的地方 然后其次呢就是在香港啊 香港也确实打车很贵 然后台北什么的打车好便宜啊 对吧 然后再到其他地方 我们就Uber或者是租车了 就已经没有这种感受了 就真正打车很贵的 实际上就是香港和东京 对吧 这个是啊 当时的一个大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在最后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17年大概是 然后我到香港的去 拜访了一些当地的基金经理啊 然后呢 他们就跟我讲说 香港啊 当时已经是什么呢 就是外企都跑啊 那么当地在香港的人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国企或者央企 就是他们的香港是国际金融城嘛 然后你需要跟香港人去打交道的时候 就是一帮这样的人去入住了 然后在香港 然后住在那个里面 然后呢 做各种各样的生意 然后去炒港股啊 或者说这个 呃 做很多的那种基金啊 或者美元基金啊 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都在香港来做 但是呢 他们背后啊 都是央企什么中石油中石花呀 什么都是这种啊 哎 但是呢 他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在香港去做 为什么不能到大陆来做 还是一样啊 就是专业 虽然啊 已经有大量的香港人跑了 有大量的这个香港企业跑了 啊 或者说这种外企跑了 但是呢 他们还是要用香港这种专业精神 所谓专业精神是什么 就是任何事情 我都是按照规章来 你有规章 我就按规章来 然后在规章范围内做 做完了以后呢 我就这个啊 跟你这个叫什么来着啊 跟你这个啊 就没有关系了 我做对做错 我只要在规章范围内 你找不着我毛病 对吧 香港人就搞这套东西 哎 他这个在大陆就没有 就是规章啊 什么都扯淡啊 这个领导到底怎么看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 这个啊 我后来有一次去香港 还特别有意思 我去干嘛 去买电脑 就我现在身上啊 就是我现在用的这台MacBook Pro 就是这个当时在香港买的 哎 就是怎么呢 就是我先查好工业 当时正好有一次 我忘了什么事啊 出差去这个啊 深圳啊 然后我就计划好 最后一天啊 没什么安排 一早起来背着包去 这个罗湖口岸过关 然后呢 这个坐地铁 查好了坐几站地铁 然后到哪去换车 上来以后 买了一个这个冲进苹果店 买 对吧 买完了以后呢 这个就直接背出来 就往往那个什么地铁站里钻啊 就是哪都不去就是冲进去买一台电脑 背回来 然后过口岸往回走的时候 就心里的那个忐忑呀 那个那个什么啊 也是 也是挺这个挺忐忑不安的啊 但是呢 这个需要抓的人更多 就是很多那个带着很多大箱子的人 才会被拎出来去查 像我这种就是把电脑 我还把盒子扔了啊 还把包装扔了 然后这个啊 不是 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还不是那买的 我儿子用的这台电脑是那买的 我这台电脑是后来是在国内买的了 对 说错了啊 这个就是更早一些啊 更早一些干的事情 当时是我们跑去干这个事情 然后你说想在买iPhone啊 搞不定 因为iPhone要排队 但是你要买其他什么电脑啊 什么东西确实是便宜 现在的话 我估计在香港买这种东西应该还是便宜 他呢 基本上是你在大陆啊 看的是比如说一万块钱的东西 到他那可能就是一万港币 对吧 这个算一下这个就是大陆的这个 就是人民币跟港币的这个差价 我以前反正是八折啊 就是一般是这个 一人民币大概是0.8港币 不对 应该是一港币是0.8人民币啊 大概是这样 以前是这样的一个折算方式 所以呢 就是我们当时去香港去背这个东西 还是很划算 谁家需要这个电脑了啊 或者什么了 我们就去背 当时我在这个深圳的时候 也是看到很多人 就是在深圳那个叫华强北 各种各样的这个 从香港拎回来的水货 什么电脑啊 iPhone啊 什么iPad啊 什么这个东西都在哪 一堆一堆的 国内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东西 叫华强北报价单啊 他每天告诉你这个 苹果啊 叫苹果饭点抗 大概是这样 就是每天去更新这个华强北的这个价格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因为我最近对于买苹果设备 已经没什么想法了 啊 iPhone14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依然用那个lighting接口 然后我已经彻底不想换了 我等他iPhone15 如果换Type-C的话 没准我会再去换 啊 我现在是iPhone12 啊 这个咱们讲的稍微有点远了啊 就是当时背着包去香港买电脑 啊 这是我对香港的另外一个印象了 啊 香港呢 啊 总的来说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一帮香港人有他的小脚诈啊 但是呢 也非常非常的勤奋 因为我以前跟一些港商也打过交道 啊 非常勤奋 非常敬业 像我们现在一说这个演员啊 大陆都是什么小鲜肉 然后一说这个香港什么刘德华呀 什么这些啊 多么敬业啊 多么朴素 然后多么这个什么认真 对吧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对比 这其实就是香港人 真正的啊 一个香港人的给大家的印象 就是这样啊 认真 然后呢 任何事情的都是这个规规整整的 按照这个规则来 对吧 你有问题 我们就改规则 然后有规则了 有了 规则有了以后 我就照着规则做 做完了以后 你也挑不出我毛病来 这就是香港人干的活 然后呢 也非常非常的谦逊啊 但是他会看不起你 他有的时候会觉得看不起大陆人啊 或者什么的 像当时我到 就第一次到深圳的时候 深圳还有那种叫什么二奶村 对吧 就很多这个香港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香港那个不叫什么东西啊 这个说的不对 香港的什么卡车司机啊 或者什么这些人呢 就是他在香港生活的 生活的这个不是特别舒适吧 然后呢 这个或者说这个婚姻也不是很幸福 他就跑到深圳去买一个房 然后呢 租一个或者租一个房吧 然后呢 养一个这个小姑娘在里面 对吧 那个时候还有还有这样的一个 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啊 叫深圳二奶村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深圳啊 我在深圳的时候呢 住酒店啊 只要是你这个不住礼拜六 礼拜天的酒店 你就很便宜 就礼拜一到礼拜五都非常非常便宜 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就特别贵 就我有一次住在深圳住酒店 我一开始没发现这个问题 我有一次是什么呢 就是我忘了订礼拜六的酒店了啊 我这个应该是就是礼拜天走 然后呢 我实际上订 我只订到了礼拜五 然后呢 我他们就说 哎你礼拜五要退房 我说不对 我要再住一天 然后呢 那他说那再住一天就很贵 大概是平时那个价格的两倍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很简单啊 他说到礼拜六礼拜天 香港人就这个休假了 他就跑过来完了 他们就要住了一个酒店 对吧 所以他这个价格就会变得很贵 哎 这个深圳全原来是有这样的情况 而且深圳的很多的房价的上升 其实都跟香港人有关 对吧 香港人呢 这几年一边是这个 享受着说 哎 我给这个作为大陆的一个桥头堡 然后我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我免税我做所有这些事情 对吧 他等于是做了一个这种高地 大陆你没有的政策我都有 然后呢 我还不允许大陆的人上我来上班 对吧 这个就是 虽然后来是开放了一些 这个香港的签证 说是允许大陆人去上班 但是很少 他还是保持了说 哎 要香港人在这上班 对吧 大家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薪水 如果让大陆人过去上班的话 他这些薪水就没了 大陆人这个多卷多拼啊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香港还是啊 就借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 就是哪怕在九七回归之后 啊 依然繁荣了挺长一段时间的啊 就是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这样的环境 繁荣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现在 啊 这个我们所喜爱和怀念的那个香港 已经随着珍宝传 一起沉没了 啊 这个一去不复返 啊 这个事情真的是就这样了 这个呃 在这个过程中啊 没有任何的香港人自己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他们都是按照规定来做 对吧 就是说我赔了这么多钱 我再也赔不起了 我的我的这个牌照维持不下去了 然后呢 我请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海事顾问来给我去检测和这个加护板 然后呢 我也请了这个专业的这个评估机构来给我做评估 然后我还 香港海事局还给我做了批准允许我出海 所有这个事情我都做了 但是呢 这条船依然沉了啊 依然沉了 就是现在这种呃 就是一路向前啊 或者说一路这个这个这个加速前进的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对吧 你再怎么照着规矩来都没用啊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香港啊 以及这个就是我们所怀念的香港吧 啊 以及这个随着这个珍宝船啊 一起沉没的香港啊 好啊 这一期我们就是讲一讲啊 我跟香港的故事 其实我到香港的字数真的不是特别多 好啊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